这些剑招果然精妙 知道剑包便好 不过空有剑招 没有内力 五堪一击 都说了没有内力 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 停 不打了 不打了 你也别考验我了 我武功真就这样 没什么藏私 很好 就完全没什么作用啊 不是 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 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 我都说了我不会 不会 真的不会 不可能啊 你没有那内力 你怎么用得出西蜀剑剑的呀 我知道了 定是你的师父用了什么法子 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 这样吧 我呢 先教你一套土纳的内心功法 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 不用谢我 该来我得收拾收拾回前东城了 如先的徒弟 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 你谁呀你 你谁呀你 说了你也不懂 干嘛告诉你 这些剑招果然精妙 知道剑招便好 不过空有剑招 没有内力不堪一击 都说了没有内力 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 不打了 不打了 你也别考验我了 我武功真就这样 没什么藏私 考验 你以为我是谁啊 你 你 你难道不是学堂里 那些外缘弟子之一 雷凤山说得没错啊 天启城 藏龙卧虎 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回去又要被狮子爷给嘲笑死 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 还颇有些神亡 这才过了几天啊 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 你若是敢羞辱我 您小心我 我 我可叫人了我 你身怀学士见招 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 打击了一下 就失去信心了 你不是学堂之人 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 培养你 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 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 我还知道很多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 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 就被人发现 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止 封住了你的内力 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 比如醉酒 你是我师父的朋友 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 年轻不代表弱 学堂李先生西楚 见若二仙成名的时候 也不过是年轻人 我和如仙不算朋友 但是有过一段机缘 我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现在是时候 该还他这个人情了 那能帮我解开禁止 贸然解开禁止 被封多年的内力 会瞬间涌变全身 你不死也是个残废 再说了 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唯一 也是最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地 慢慢地融入你的身体 怎么做 学习内功 呸 说到底你还不是跟雷梦杀 一个套路啊 去去去 就剩几天的时间了 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 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 真当我是傻子呀 可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说的内功和雷梦杀的 也不一样 今晚我再来 今晚我没空 若者没有说复的资格 你 为什么 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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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 你听见了 我听见了 你听见了 没有 再吃一个 就只能等来年了 玉珍 师兄 小师叔 玉珍 桃子还没吃完呀 对呀 但只剩最后两个了 师兄 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 怎么不一年四季都有桃子吃呢 冬日万物沉眠 才有春日百花盛开 夏秋得成正果呀 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疑 顺其自然就好了 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 万物有法 那我就遍其法 让它另有所依 师兄 可据说 我尽量的 网友 对 生气 调子 小师兄 你也要找他 些人 怎么开心 还很累 就是 太快了 四季如春 你啊 再把离火绝练得好一些 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 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饼剑如今叫什么 火神 真难听 Tank 我们 dalej 我们 mal看 我们下期再见 那是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起床 到时候 再见